二战德军打的最让盟军胆寒的仗是什么 陕吉波兰 伊威武征服法国 哈尔科夫基辅战役 个人认为是维亚纪马战役 说维亚纪马你可能蒙 但是说台风行动就知道了吧 可以说这是德军整个二战中取得最大的胜利 以一比十四代惊人战损比杀伤百万苏军 半个月不到 五个苏联集团军翻号都打没了 苏联三架马车就是三大元帅 朱克夫 科涅夫 罗克索夫斯基 其中两个险些殒命 伊波差点撞开莫斯科的大门 苏联亲近一切防守 工人 学生 妇女 连老人都上了 还是没挡住德军 连美国都挤压 苏联真倒下谁还能挡住希特勒 美国连夜给援助英国的飞机全都转运到了苏联 英国的丘吉尔连夜增派轰炸机去西线 尽可能的牵制德军 形势已经危及到苏联的死对头都开始帮苏联了 到最后斯大林下令撤离莫斯科 大使馆政府机构很多都搬走了 甚至做好了爆破莫斯科的准备 本期就来聊聊维亚继马 也称维亚继马不良斯科战役 巴马罗萨征服苏联的三部战略 明斯克 斯莫伦斯科 莫斯科 明斯科和斯莫伦斯科前几天讲过了 德军攻占斯莫伦斯科之后 只要再击穿莫斯科外围防线 并消灭此地的125万苏军和苏联的第二战略梯队 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攻陷莫斯科 希特勒这时候大为高兴 因为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战了 胜利就在眼前 千年帝国已经开始在梦里发光了 所以希特勒穷劫一切发起了台风行动 他将南北两路能调动的军队 全调给了中央集团军群 使其总规模达到恐怖的192万人 这是人类史上单个军事单位的最高规模记录 而且这次首次同时出动了三个装甲集群 将德军所有坦克的70% 全部投入到这场战役 总结 希特勒放大了 当时也就苏联地大人多 能顶这么一下 换其他任何国家来 谁都招不住 包括英国 美国 所以他俩才急呀 苏联挡不住了 下一个就他俩 而台风行动成功的关键 就是维亚基马防线 苏联在此修建了一条 由勒热夫延展至维亚基马小镇的南北防线 这里驻扎着苏联15个集团军 83个步兵师 71个炮兵团 另外还有四个军的第二战略器队 这几乎是中路苏军最后的力量了 背后就是莫斯科 这要是再跟之前 斯莫伦斯克那样被德军前行合围 克里姆林宫就可以考虑生白起了 而事实上 苏联这局还得输 一方面是因为之前讲过的 斯莫伦斯克暴兵太狠 导致维亚基马的苏军 大多剩一些劳弱病残了 另一方面是斯大林误判了 他以为德国也残了 也没能力进攻了 何况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在北边和南边 也在分别牵制了德军 德军打下斯莫伦斯克后 大军就南下基辅了 斯大林以为德军会继续南下高加索 然而当苏军主力刚调到南线 希特勒就突然对莫斯科杀了一个回马枪 这时候精彩的声东击西 也就注定了维亚基马的结局 战斗开始于1941年9月30日凌晨 这次还是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机群领衔 直戳苏联布良斯克 德军5个装甲师以4倍的坦克数量碾压 迅速给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打得崩碎一地 原本让德军头疼不已的装甲怪兽T34 也有人坚持叫特34 一个称呼而已不重要 T34现在也被德军210毫米超重榴弹炮 轰得满街乱窜 最关键的是 德国空军取得了制空拳 斯图卡像盘旋的老鹰搜寻兔子一样 俯视整个战场 他出动了1000次空袭苏军坦克露头救命 两天摧毁了苏军600多辆战车 而且一发重弹 直接端掉了苏军指挥部 让底下的苏军完全陷入了混乱 战争进行到第4天 德军就已经兵临奥利奥和布良斯克城下 这两座城可都是莫斯科的关键门户 万万不可丢啊 苏联被这波攻势打懵了 谁能想到德军南下基辅了 怎么又杀了个回马枪 现在手头根本没有部队回防 一时心急 斯大林只能把空降军和轰炸机前去支援 连一些老古董R5RZ都拉出来打了 在地面上 大量妇女工人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持枪上阵 没有运兵车 苏联人民就拉出来马车消防车测速 没有运输重武器的载具 他们就用大巴或者卡车来拉大炮 属于是东线版的敦克尔克精神了 然而面对德军的闪电攻势 还是太慢了 在四面八方的苏联人和5500名空降部队赶来之前 布良斯克已经沦陷了 这波损失本来就很致命了 但令苏联万万没想到 布良斯克也不过是声东击西的那个东 德军东征之间真正指向了维亚纪马 莫斯科的两个大门 最后的两个大区 德军居然要同时干碎 就在布良斯克沦陷 大量苏军快马增援此地的同时 一波更凶狠的德军攻势 开始由斯莫伦斯克地区 直出维亚纪马 从10月2日开始 德军第三第四装甲机群 分别从南北两头前行合围维亚纪马 一天时间 德军装甲师就杀穿了最远30公里的纵身 苏军最前线的第30阶段军 也是迅速被打得丢盔弃甲 本来就天崩开局了 没想到苏联此事又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一个是苏军统帅柯涅夫 他是炮兵出身 并且手上握着100门重流炮 本来可以等德军装甲先锋靠近了 再靠近一点点我给你一顿轰 几轮骑帅下去 是可以对敌军造成重大杀伤的 不能说逆转战局吧 至少也可以争取一些时间 然而柯涅夫没等德军靠近 就急着下令开炮 这么远距离根本就打不中高机动的坦克 这不仅错失良机 也暴露了炮兵团的方位 最后才被坦克贴脸一锅端了 还有一个是柯涅夫在这个重压时刻 突然改组指挥架构 胡乱调任指挥官 本来人家罗克索夫斯基 指挥一个集团军打得好好的 柯涅夫一夜间给人家调离岗位了 罗克索夫斯基一觉醒来 发现部队全走了 自己变成了光梗司令 糟糕的是 罗克索夫斯基紧接着遭遇了一辆德军坦克 莫不是他车机好 躲了两发穿甲弹 否则这架苏联马车就要远命于此了 后来斯大林知道 柯涅夫这样胡乱改组 一怒之下 差点就要枪毙他 要不是诸可夫求情 苏联这架马车也要保不住 这时候估计也就诸可夫能求个情了 换其他谁来都不行 最后一点错误更知名 没错 又是斯大林的误判 斯大林以为德军朝维亚基马发起如此猛攻 是打算顺带着一波推平莫斯科 所以他匆匆调军前去防守维亚基马 而实际上德军根本就没打算一波推平 希特勒是想在维亚基马实施一场歼灭战 主要目的是消灭苏联参与的有生力量 来日再入侵莫斯科 等于说苏联再次中了埋伏 白白给数十万大军丢进了维亚基马包围圈 说是送人头也不会用过 那么悲惨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等到10月7号也就是仅仅开战5天之后 德军第十装甲师就占领了维亚基马 两个集团军群也顺利再次会合 一个空前巨大的维亚基马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斯大林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他匆忙命令部队后撤 但为时一万 已经有64个师50个炮兵团 高达65万的苏军被双重包围 规模上已经和史上最大规模核位的基辅战役相当了 此时的苏军想撤退已经不可能了 莫斯科不详心眼泪 苏军也没有时间上杯 接下来德军开始迅速收紧包围圈 从最宽75公里宽度到50公里 10公里 5公里 填上德军的斯图卡已经杀疯了 最高纪录在10月10号单日 就摧毁了600辆军车或者大炮 抵抗已经失去意义了 到10月13号 苏军基本放弃抵抗 这一天也迎来了苏德战争的至暗时刻 莫斯科火车站各大交通要道 全部陷入了混乱 斯大林签署了GKO法令 将重要的大使馆总参核心政府部门 全部签出莫斯科城以外数百公里 斯大林甚至让贝利亚做好准备 随时爆破清除掉 莫斯科市区的1000多处地点 远在天边的美国也急坏了 紧急将一批P40战机 经英国中转调往苏联 秋节疯狂给斯大林写信 让苏联顶住 虽然斯大林早就不给他回信了 因为莫斯科眼瞅着就要沦陷了 到10月19号 德军统帅部宣布赢得了维亚纪马 总共俘获苏军5000门大炮 1300多辆坦克 还有65万军队 加上战损 德军几乎歼灭了70万苏军 再加上布莱斯科地区的战斗 苏军减员突破百万 大家可能已经对上面的数字麻木了 就这一场战役的损失各日本头上 日本陆军的三魂七魄得飞五六个 这场战役苏联被围的12个集团军 最后只有四个突围 你要知道这才打了半个月多一点 可谓是天崩地裂的惨败 看这个战果 谁又能说这是势均力敌的对手 而反观德军仅仅损失4.8万人 不算布莱斯科 这个伤亡比也达到了恐怖的1比14.5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德军用了什么黑科技呢 这像是两大陆军强国常规战争能打出来的数字吗 也正是维亚继马的大盛 此时10月中旬的莫斯科地区变成真空地带 希特勒此时距离终结苏德战争就差一步 也是很小的一步 用他的话说就是 德国士兵只需要迈步前进 莫斯科就会沉浮在我们脚下 与之后事 先关注下期讲 德国的强势期就快结束了 苏联快要进入强势期了 这里是前段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